三角座星系,是位于北天三角座内的一个螺旋星系,有众多变星,在本星系群中是第三大的星系,比灵星的仙女座星系和银河星略小一些,并可能受到仙女座星系的引力约束。 但在宇宙中,仍可算是一个大的螺旋星系,在良好的观测环境下,三角座星系能以肉眼直接看见,三角座星系相对于天空平面略微倾斜,所以其旋币,气体云,明亮的恒星,都能很好的呈现在面前。 M33位置靠近仙女座星系,在这两个星系的观星人,彼此都可以看见天空上有个非常壮观的螺旋星系,从地球看出去,这幅由27张照片拼凑出来的极清晰M33马赛克影像,美妙地呈现出星系松散漩涡壁上的蓝色星团和份红色恒星形成区。 其中洞穴状的MGC604,是从星系中心向右上方,伸展之漩涡,闭上最明亮的恒星形成区。 像M31一样,M33有着众多已经经过精确凉策的变星,让这个临近的螺旋星系成为一个测定宇宙距离尺度的宇宙量天使,银河系是包含我们太阳系的星系。 它的英文名称乌乳白,是源自它是横跨夜空的暗带八光带,一螺眼观看无法分辨出个别的恒星。 Milky,Way,这个名称是翻译自拉丁文的Boward,Lacty。 而它又是从希腊的Gamma Alpha Lambda Alpha C Alpha,Kappa Kappa Lambda or Markarin,Galaxy,Kegelus,Milky,Circle翻译来的。 从地球看,因为是在银河盘面结构的内部,因此呈现环绕天空的环带。 伽利略在1610年使用望远镜,首先解析出,环带是由一颗颗恒星聚集而成。 直到了1920年初期,天文学家还认为,银河包含了宇宙中全部的恒星。 随着1920年天文学家沙普利·科科蒂斯的大辩论,和经由埃德温·哈勃的观测,显示银河只是众多星系中的一个,现在估计在可观测宇宙有多达两千一个星系。 银河系是一个棒悬星系,它的直径通常被认为是10000-12万光年,但也可能是150-10000-18万光年。 估计银河拥有1000-14000一颗恒星,甚至可能高达一兆,而且银河系可能有1000一颗行星34-35,太阳系位于银盘内,距离银河中心27000光年处的一条七体龙米,被称为猎户壁的螺旋壁内侧边缘,在内侧10-000光年范围内的恒星形成凸体的核球和一条或多条短棒做核球延伸, 非常靠近中心点的一个强烈辐射源,被命名为人马做A,可能是颗黑洞,在很大距离范围内的恒星和气体,大约都以每秒220公里的速度,在轨道上绕着银河中心。 这种恒定的转速与开普勒动力学相抵触,因此推测银河系中有很大量的质量来自不发射,也不吸收电磁辐射的物质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